寶貝 里奈出你去看看喔 我自己其實沒有待過辦公室 那你想幹什麼大事 我有看過那個華爾街之狼 然後他們就在辦公室裡面辦派對 很浮誇的那種 然後就是撒那個白紙 就是那個資料 就是那種很重要的文件亂撒 那辦公室就一定要有高爾夫球劇了 我記得印象中電影裡面好像有 對 一定要有 就是一件很瘋狂的事情 那你今天在打高爾夫的時候 腦中是想著華爾街之狼畫面 有大概參考一下 畢竟要一竿進洞其實蠻困難的 特別是站在書櫃上打 對 謙哥有什麼想幹什麼大事嗎 我 有想很多那個 在辦公室很不好的回憶 但不能說 好 別說了 那就沒辦法說了 對 好 不好意思 那在純摩上班族角色之後 心中會把平常觀察一些同事的一舉 運用在演技上嗎 會啊 會 我剛剛參考了我們一些就是 辦公室的同事 對 對啊 平常就是 什麼時候會開心 什麼時候就是鬱竹啊 或是你經過的時候 喔 我輸就屌了 對 輸就屌 喔 你起來 我又輸就屌了 再講下去就不好說了 哈哈哈哈 對啊 眼睛真美 休息一下 那樣的感覺怎麼會這樣 一塊笑話的一下 誒 我看到你們兩個 爺爺快笑出來 過來笑 過來笑 好好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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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